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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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来到 his or 肯定 今晚80后脱口秀 我是主持人百克力 欢迎各位 让我们欢迎DJ小白 让我们欢迎在人生当中 很会拿捏尺度的 我们的嘉宾卡斯团 他们是建国 晓风 史颜 还有我们的田多多 欢迎各位 最后让我们欢迎王自建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经常用脑朵喝六个核桃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真材赤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的 今晚80后脱口秀 我是王自建 谢谢大家 谢谢 首先呢 先跟大家说一个 特别有趣的一个新闻 上个月 小学生还没开学的时候呢 江西的一个小学生 由于寒假作业没做 被家长痛骂了一顿 这个小孩怎么做了呢 他就骑着自行车 从江西 一路骑到浙江 我的天 这是小学生能干出来的事 然后父母报警啊 然后被浙江的警察叔叔 抓 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 及时地送回去了 我觉得这个警察叔叔 也就纳闷了 是吧 当时肯定问他 小朋友啊 为什么那么远 从江西骑车来 我们浙江啊 小朋友苦啊 还不是因为寒假作业 警察叔叔就懵了 对吧 啊 寒假作业 你们寒假作业 是骑车跨省吗 啊 看来你们数学 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 不过我们来想一下 为啥这个孩子 要骑着自行车 一路从江西 骑到浙江去呢 因为孩子比较单纯 想法比较直接 对吧 小孩一看 肯定完了 快开学了 寒假作业没有做 后边的答案 都被老师撕掉了 对吧 想要买一本 有答案的寒假作业 及时抄起来 然后他就直线性地想到 一定要骑到浙江去 因为在浙江 买寒假作业 是包油的 当然呢 家长肯定也有问题 是吧 尤其是教育小孩的时候 尽量要 要这个 把握好分寸 你说 你一个普通的学生 经过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一个什么 名牌大学 是吧 又什么了不起的呢 对不对 你有必要反复地 出来说吗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在我们这个节目 六个核桃 刚来冠名我们的时候 无数的朋友都 这个叫大跌眼镜 是吧 纷纷给我们 在微博上面留言 说 你们节目 是六个核桃 冠名的吗 我们还以为 是上海交大 冠名的呢 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我说的是 对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嘉宾席上 做了一个新面孔 是吧 这位朋友呢 叫田多多 一位新朋友 是吧 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他 并且听说 他是一个 有很多故事的男人 我们来采访一下 好吧 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多多 请问你是怎么来参加 这个节目的录制的 是我的同学 史言带我来的 你的同学 史言带你来的 请问你是哪个学校 毕业的 上海交大 咱们中国人做人做事呢 特别讲究四个字 中庸之道 这个哲学命题呢 很多人研究了一辈子 很多中国人 都会按这四个字来 约束自己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 总会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呢 掌握分寸 掌握得不是很好 总是有点咄咄逼人 有点太过火候 那今天咱们就利用这个时间 来聊一聊 适可而止 好的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六个核道 正好马里头多个之后 我是王自剑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 女生的铅笔盒里面 她打开的时候 还仔细看半天 什么 然后戴着眼睛 啊 一声 差点吓死过去 是吧 但是现在如今呢 我长大了三十几岁了 回想起这个二十几年前的往事 是吧 突然是觉得很后悔 因为那个小的时候真的很愚昧啊 小孩怎么能这么干呢 对吧 长大之后 都不用特别大 到高中就知道 一只蚯蚓被结成十几岁 它还是活着的 我要是早知道这样 我那会儿能下十几个女同学啊 前两天 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史严老师有儿子了 但是后来知道是个误报 我们之所以会得到这个误报 是因为我们开作画会的时候 穷小峰 大家都知道广东来的啊 广东咋 然后会都快开完了 突然跟史严打起电话来 喂 史严呀 啊 是个儿子 是个儿子 然后我们就听 什么什么 什么是个儿子 史严老婆生啊 是个儿子 然后小峰挂上电话 哎 你们讲什么嘛 我就是告诉史严这一期的主题啊 是个儿子啊 现在很多人呢 真的有非常过分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我们走在大马路上 突然看见一个姑娘 走着走着不动了 站在那里不动了 不要担心她发生了什么危险 她是中邪了 还是被人实化了 还是怎么的 都不是 她只是在自拍 还有很多女生 看电视剧的时候也很过分 尤其是看到自己喜欢的那些男明星 小帅哥 看到之后 特别集中尖叫啊啊嚷 然后还抓着自己男朋友 你看你看 这个是我老公 男朋友肯定就懵了是吧 但是特别害怕 这是你老公 那咱们俩的事他知道吗 很多女生在每次打电话 找不到男朋友的时候会非常焦虑 这种情况也请事可而止 对吧 那天我看到一个女生 在我边上打电话 找他男朋友 我们一块开会 打电话 怎么不接呢 怎么不接呢 怎么不接 特别紧张 我就看着他 我说怎么了 男朋友不接我电话 我说不接就不接吧 不是 我很担心他呀 他不接我电话 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啊 我说啊 他是去了什么危险的地方吗 他现在有什么危险吗 为什么要担心他的安全 对呀 他不接我电话呀 一过会我要碰见他了 我会忍不住打死他的 当然总这样的话 男生女生就会吵架嘛 对吧 但是如果情侣间吵架的话 请男生记住 需要及时的事可而止 一定要尽快道歉 比如说情侣两个人吵架了 一个小时之内 男生过去道歉 这个亲爱的 我错了 咱们和好吧 女生呢顶多就是 启一下 对吧 事情就过去了 如果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你再去道歉 亲爱的 我错了 咱们和好吧 女生会看着他 你错了 你错哪了 你给我说说 你到底哪错了 如果你敢隔一天以后 再去道歉的话 当然女生态度会特别特别好 真的 你去道歉 那个亲爱的 我错了 咱们和好吧 哎呦 您瞧您说的 哎呀 您也太客气了 是吧 我跟您说啊 没有几个男人像您这么好了 真的 啊 现在还有哪个男人能做到 对前妻这么客气啊 女人呢 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物种 真的 如果这个女人足够注重仪式感的话 在她的一段亲密关系里面 她会惊喜地发现 当然她的男朋友也会惊喜地发现 一年的365天里面 起码有100天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表白纪念日啊 牵手纪念日啊 拥抱纪念日啊 等等等等 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纪念日 对吧 各种各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他就是因为 忘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纪念日 忘了 结果呢 就跟女朋友吵架 越吵越凶 最后两个人分手了 分手之后一年 我这个朋友给他前女友 发了这样一条信息 祝你分手一周年快乐 结果现在两个人又好上了 恋爱中的女孩 总会让男孩子去记住 各式各样的纪念日 但是有的时候 这些女生未必真的记得住 比如说前两天吧 那个史言老师的老婆就跟史言吵架 史言 你跟我说 十天前是什么日子 啊 十天前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啊 十天前是咱们结婚 三年的纪念日 啊 那为什么你十天前不跟我说呢 废话 老娘要是记得住 还能今天才骂你吗 说到这个谈恋爱 其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尤其在上海 那就是永远不要在妈妈面前说女朋友好 很多妈妈都认为儿子是自己的一部分 现在要被另一个女人就这样带走了 她心里很不平衡 所以一旦你说你女朋友好的时候 妈妈心里会怎么想 甚至有些妈妈就是这样说的 说哦 我对你好了二三十年 她才对你好了几天 啊 你现在就说她好 忘了我的好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呆呆呆呆呆开始骂 对吧 但是 那有人说 那我要跟我妈说点女朋友的不好呢 妈妈当然会很开心 但是你就更惨了 哎呦 不好 不好还跟她在一起 干脆分了吧 我跟你说 没关系 没人要你 妈妈要你 对吧 宝宝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做给你吃 肉饼蒸蛋好不好呀 对吧 就是这样的 但是 还要最最注意的一点是 一旦妈妈主动提起女朋友的好 也不能复合得太过分 不然就又会变成了第一种样子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上海男生 通常都能更加容忍女朋友的作 那就是因为 在上海男生眼里 这还叫作吗 比我妈差远了好吗 现代人教育孩子的方法 有的时候也是很有问题的 当然不是说你们对孩子不好 很多爸妈都是认为 自己是对孩子好 然后日夜操劳 但是这份爱有的时候 就太偏执了 那天我就看到一个妈妈 被孩子气急了 以后跟孩子说 你这样你信不信妈妈不要你了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被这么吓唬 但是小的时候 好像爸爸妈妈 没这么吓唬过我们 是吧 都是身边那些奇怪的阿姨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阿姨 我妈单位的同事 经常看到我一个人 在我妈单位院子里玩的时候 就过来 王子健你妈呢 我说我妈我不知道啊 你看你妈不要你了吧 老跟我这么说 有一天就跟我说 王子健你妈说不要你了 哇我就哭了 每次看到我哭 这个阿姨总是心满意足的 真傻就走了 今天我在这里想 对这些阿姨说这样一句 你以为小孩哭 真的是因为你吓唬我们 说妈妈不要我们了 我们才哭的吗 不是这样的 你们完全想错了 我反正我个人啊 真的不是因为 怕我妈妈不要我才哭的 我是因为你每天都过来 跟我说这句话 我觉得我自己碰见了神经病 我才哭的 当然还有一些父母呢 喜欢唠叨 是吧 通常我们认为 在家里爱唠叨的那个是谁 是爸妈 所有这种想法的人 是因为你们的爸爸 还没有退休 那天我回家就是 我爸在那玩电脑 突然跟我说 小剑你看现在这些视频网站 多不像话 我就想看几个 那个英超的进球的视频 精彩镜头 你说一个视频才40秒 广告让我看90秒 你说这我真在这场看场球 我还不得看两个小时的广告吗 然后我就安慰我爸 是吧 我就附和两句 我说爸您说的对 这些网站就是不像话 想钱想疯了 但是也没办法呀 这都免费给人看 再不给人看点广告 那人家网站也没收入 每年买片那么贵 是吧 我爸看着我 是 你以为我因为看广告生气吗 我说 你们不是说看广告生气吗 我呀 我就是觉得 我都说在这份上了 也没有人孝顺我个会员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 六个河到江湾 马里河投革球 我是王自建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来看分寸这个事的 那今天我们要请四位嘉宾 来好好聊一聊了 那其中有一位 他和别人开玩笑 从来不会考虑结果 所以他的身上 总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故事 来 让我们欢迎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你们好 大家 我刚才看了一下 就是今天好像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块蓝色的板子 是不是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吗 这个东西啊 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是明天录影要用的 我们弄错了 发给大家了 不好意思收回去了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错误的开玩笑方式 就是我这么开玩笑啊 其实是你还不太好笑 而且会冒犯到别人 我看好像有的人脸上已经一脸茫然 对不对 就是我这个板子是什么用呢 我就是想做一个调查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我这种情况 就是你跟别人开玩笑 人家真跟你生气了 或者真跟你翻脸的 有这种情况呢 请举下牌子好吗 那位白衣服的姑娘 就你跟开玩笑 就你回啥头啊 挣啥呀 现在不敢了 你勇敢一点嘛 而是你怎么发现他生气的 他把我删了 他把你删了 你删了吗 微信删了 微信删了 你是开了个什么样的玩笑 他把我介绍男朋友 哦 我有男生 是我吗 肯定不是 不是我 我现在相信他是那种 开玩笑别人会生气的人 我告诉你 我跟大家说一说 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 我开玩笑的时候 从小别人就生气 你比如说 我上学的时候吧 举一个比较特殊的 比较讨人样的例子 我拿大火机点女生头发 拿大火机 他在前面走 我就在后面跟着 跟着跟着跟着 一会儿趁其不备嘛 啪 谁也想不到 有人会拿大火机烧的头发嘛 他一烧 他吓坏了 我也吓坏了 因为那个场面有点壮烈 烧完就赶紧扑了 扑了扑了 扑了灭了之后 看着我他精神都吓恍惚了 网上流传一句话 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真的 问王建国你干什么 我说没有 我没干什么 我那个咱们东北不是冷吗 我说我这样 我这样不是暖男吗 气坏了 拿大火机一把 就摔碎了 你说所以我就知道 真的朋友们 不懂事 真的有个限度 真的 摔大火机多危险 但我那天之后回家 就特别害怕 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就没法 把大火机拿回家了 我爸就会发现 大火机少了一个 果不其然 我爸就给我叫过去 王建国 你是不是偷偷学抽烟了 我说没有 我是好孩子 好孩子 我爸说 你没抽烟 咱那大火机也少一个呢 我真没抽烟 爸 你没抽烟 你没抽烟 拿大火机干啥 你出去烧人去了 爸 看不出来啊 你那一行啊 我爸我就跟你说 那次是我小时候 挨得最狠的一次打 所以我一定要 跟大家说一说 小朋友们也是 千万不要玩火 千万不要玩大火机 就很危险 后来就有 我的同学们就问我 说那你 你这个 是不是喜欢那个女孩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小朋友嘛 小男生 喜欢那个女孩 就会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玩命跟她闹 玩命开玩笑 欺负她 我就跟他们说 我不是 因为什么呢 我如果真喜欢一个女孩 我就会 不好意思跟她闹 只有当朋友 毫无戒笛 没有一种防备 我才能跟她闹 我这种心态 被我班女孩 知道了之后呢 纷纷过来问我 王建国 你能不能喜欢我 你喜欢我一下好不好 怎么了 你喜欢我呀 我不是喜欢你 我喜欢安全 还有那种开玩笑 更惨 就是 它是生活所迫 你们知道 如果领导骂你 怎么办 开玩笑嘛 开起来你把他折过去 比如上次我领导 王建国 这次脱口秀 怎么这么不好笑 你节目质量弄成这样 我怎么办 开玩笑嘛 你怎么办 死去啊 所以我想说的是 就是领导 我上次 我真的是开玩笑 开玩笑 什么样的玩笑 叫过分的玩笑 就是像我那样的 真的会损伤 别人身体的玩笑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开玩笑有个度 不要乱开玩笑 而且呢 一定要保护好头发 好吗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谢谢建国 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真的只是想 躲在一个角落里边 安静地自己待一会儿 不太想别人 过多地来关注自己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来 让我们有请 暖男小枫 来为大家支支招 欢迎小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崔小枫 这确实啊 我自己有时候 关心朋友呢 我也会比较有点过 比如说我之前呢 有一个女闺蜜 她就分手了 我就怕她伤心嘛 我就天天给她发一些 搞笑的图片啊 搞笑的表情啊 自己写的段子啊 什么的 然后她有一天 她就跟我说 小枫 你不要再给我发 一些段子了 不好笑吗 梁海元写的 不是 主要是我现在分手嘛 是吧 我要是天天在家里哭的话 我妈会知道我伤心 可是我现在天天笑 我妈以为我疯了 就是人啊 如果太过热衷于某些东西啊 就很容易不知道 适可而止 比如说我 我特别特别喜欢脱口秀 但普通话不好 讲得也不好笑 我就问建国 我说建国 脱口秀这个东西啊 我想过很多次要放弃 但是我就是割舍不了 你觉得怎么样 建国就说 小枫啊 我觉得嘛 在放弃脱口秀这个事情上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平时生活中呢 很多事情啊 都需要适可而止 就收一收啊 我前段时间 我回来一趟老家 不知道大家 我没有这个体会啊 就是回到老家 看到很多的一些亲戚 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然后呢 我记性比较好 我能记得住 可是我弟弟 他就记不住了 他跟我说 哥啊 待会这样吧 你要是看到一些亲戚啊 你就先叫他 你叫得明显一点 刻意一点 来提醒一下我好不好 我说啊 OK 没问题 然后我俩走着走着 看到二大爷 然后我就 二大爷 大家快看了 是二大爷 完了之后 还要给我弟弟一个眼神 其实那些亲戚朋友啊 也需要 就是适可而止一点点 比如说我的那个二大爷 他不是一个老中医 可是他特别喜欢逮着我 就帮我看病 就啊 就摁我穴道 疼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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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阿大爷 你都把我摁的瘀青都出来 我能不疼吗 疼啊 疼 就说明你肾虚啊 然后开始摁我各种穴位 疼啊 肾虚啊 疼 肾虚啊 就摁我每个穴位都说我肾虚 我都开始怀疑 我到底是有多少个肾 后来啊 我被他摁得实在受不了 我就一甩 阿大爷就被我推到地上了 我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阿大爷赶紧扶起来 不好意思阿大爷 真的不好意思把你推到地上 疼吗 疼 疼 就说明你肾虚啊 其实有一些人呢 你不拦着他 他说话可以说一宿 比如说那些在地铁口 做宣传的那些人 做推广的那些人 就一直跟着你 就说 先生买房吗 先生买别墅吗 只要两千万哦 就还一边追着你 一边就把那个传单 塞到你手上 哇我就特别的生气 真的买不起嘛 然后我就想了 我这样说的话 我会特别没有面子 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 要是他再跟我说 先生买房子吗 只要两千万哦 哦两千万啊 不好意思 我没带零钱 好 谢谢大家 我请问小枫 谢谢小枫 谢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做事情 一定要注意掌握分寸 掌握不好 容易物极必反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已经把交大广告 打成这样 打得深入人心 并且没有给一分钱 广告费的食言 怎么样来看 掌握分寸这个事 欢迎食言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史言 今天我特别开心 我们来新人了 我的同学 田多多 我们都毕业于呢 你们不想再听到 名字的那个学校 所以我今天 我也想做一个 现场调查 就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不是真的 已经听烦了史言 再说交代 听烦了请举牌子 举啊 举啊 来来来 真听烦了是吧 出去 我知道啊 就是现在网上 很多人就说啊 就是很多人 给节目组就留言说 我们不想再听 史言说交代 节目组也非常的贴心 对吧 就把多多多请来了 所以以后呢 就由多多 继续给大家说交代 就是大家知道嘛 我们今天主题 是可而止 但是如果你一旦 做不到是可而止 很多时候就会物极必反 比如说我觉得 我们80后的这个颜值 就是一个典型的 物极必反的过程 一开始 王子健老师 颜值是非常高的 但是后来呢 马上就开始高开低走 建国 对吧 蛋蛋 池子 赵星 正当你们以为 赵星已经跌到谷底的时候 海源出现了 真的 如果你们觉得 赵星是颜值的谷底 那海源就是颜值的 马里亚那海沟 低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物极必反 所以后来我们就找来了 小峰 多多 这个颜值就终于回来了 对吧 我跟多多呢 其实已经认识 十几年了 我们十几年的好兄弟 大家觉得 我再做个调查了 你们觉得我帅还是多多帅 说我帅啊 你什么时候瞎的 我跟多多在大学 我们一块就说相声嘛 有一次我们去华世大演出 真的哇 演出特别的成功啊 演出完了之后 很多小姑娘就上来 石研给我留个手机号 我就特别开心 那回去之后呢 我就收到了一个 小姑娘给我发的短信 说石研你好 首先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然后呢 能不能把田多多的手机号给我啊 当年这样也就算了 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之后啊 情况还是一样的 这次多多一来到我们节目组 所有的编导组的这个小姑娘 就把多多团团围住 她说 哎 多多老师你好帅啊 这个说 多多老师你也是交大毕业的 哎呀 这个 做人的差距好大呀 遇到你之前 我真的以为交大都没有帅哥呢 还有说 哎呀 多多老师 你这名字起得好好听啊 你看多多啊 一听 就是很好听的名字 那个说 什么呀 多多老师名字当然是好听 但最关键的是 人家这个姓好听 对吧 姓田 你要是姓屎 你叫多多 好听吗 前两天是那个 白色情人节嘛 是吧 很多商家呢 都推出了一些活动 什么优惠啊 比如说你什么 接个吻 就给你打折 或者有些生家什么 你说几个成语 背两句诗 就给你什么免单啊 等等之类的 我们交大也很有趣 交大的那个学校的 纪念品商店 也推出了一项活动 就是3月14号这天 就是3月14号这天 如果你去背圆周率 你可以背到小数点后面30位 就可以给你打3.14折 如果你可以背到小数点后面100位 就可以免费地送你一个纪念的对戒 一般的商家大家都知道 就觉得这肯定是个血统 没有什么人背得出来 但是他忘了 这是在交大 小数点后面100位太轻松了 这个活动开始两个小时 就已经送出了二十几堆的对戒 就商家后来都已经没有货了 你知道吗 后来实在不行啊 背的人太多 就只能说 一次只允许一个人进来背 后面的人在那排队 然后这个店外面就排了很长的一个队 然后有个哥们就过去了 说这是排啥队呢 就问了一下 前面的人跟他说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排队背圆周率 你要是能背到100位 就送你一个对戒 然后那哥们说 那我也排一下吧 前面那哥们说 100位你背得下来吗 然后后来那哥们就一边掏出手机 打开百度一边说 我现在还没背下来 不过等我排到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背下来了 好 谢谢大家的史言 谢谢史言 现在生活当中 其实欲望太强烈 那很多人呢 其实不太愿意适可而止 他们更想更进一步 那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新朋友 但是是史言的老朋友的田多多 是怎么样理解适可而止的 来 欢迎田多多 大家好 我是多多老师 非常抱歉 我也是交大的 瑜伽种类 无花八门 各国人民对瑜伽的需求 也是千奇百怪 美国人来到瑜伽馆 他会问 Do you have fast yoga 有没有快速的瑜伽 美国人喜欢快餐文化 德国人来到瑜伽馆 会这么问 Do you have precise yoga 有没有精准的瑜伽 德国人以精准著称 印度人来到瑜伽馆 就有点麻烦 Hello Do you have traditional yoga 有没有传统的瑜伽 对吧 印度是瑜伽的传统的国度 那么中国人 如果来瑜伽馆咨询的话 会怎么问呢 中国人是这样的 哎呀 老气派了 有WiFi吗 其实啊 我是一个瑜伽老师 你们都信了 其实呢 我真的是一个瑜伽老师 说到瑜伽 就不得不提一下印度 大家知道印度人的口音 是非常的特别 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印度人 就是一个瑜伽老师 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我就懵了 他就这么打招呼 Hello My name is Rajiv I come from India I'm a yoga teacher It is very very nice to meet you What 我想说人家用印度英语 问候我 我们用中式英语 来回敬人家 对吧 Nice to meet you too 有一回呢 我终于听懂 他在说什么了 因为那次是谈的饮食 我说 Man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I like beef咖哩 mutton咖哩 chicken咖哩 vegetable咖哩 all kinds of咖哩 very very tasty 听懂了 就听懂一个词 爱吃咖哩 但是我跟你说 你还不能说他有口音 他着急 有的时候我好心 跟他说 Rajiv You know sometimes I cannot understand your English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English is my mother language 你知道我们这些学英文的 以前没学好之前 老喜欢做一件 特别无耻的事情 就是装老外 装老外什么好处呢 挤车方便 你就要练上一句 练上什么 Excuse me 一练 你上车跟人家一说 Excuse me 大爷就 Oh wait Bill Please please This way 大爷特别对你客气 交大新生报道 第一天我坐着地铁五号线 就咔嚓咔嚓前往东川路 快要到的时候 准备下车 前面挡了一个小伙子 怎么挤都挤不过去 上下打量 穿了一身的红心耳克 这种人英文管用 我就拍拍他肩膀 Excuse me Yeah sure No problem man Maiji huwa nna Zexia juu deur gangga Ni maysi 穿啥 Hongshin耳克 Oh by the way You're from the states Right Zexia juu gan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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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ol man I'm from New York Where you from I come from Los Angeles Really What's your name Lua shanji Dou you say Yeah My name is K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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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o Bryant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Oh T sole valor X mana 我回答,难道是同行吗? 我来眼神教会,哒,教会,你也装老外,是你先装的,信不信我拆穿你,哎呀,来呀,嘴巴谁呀,哼,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ei, what is your name?My name is Kobe, I just told you, dumbass. Hi, Kobe, nice to meet you.Hi, Lilei, nice to meet you too. 正当我俩激烈地用英语的对话进行的对决的时候,整个车厢已经完全的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看着。 许久以后,突然之间,一个上海老阿姨发声了。 哎哟,要死了,这两个小孩子,真的是外国人哦。 这个时候,刚刚车道站了,门一开,我俩是尴尬无比。 你看我,我看你,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chool, me too, let's go together. 这就是我跟史严老师的第一次相遇。 耶,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欢迎回来,刘葛河到今晚,马铃河投口秀。 我是王自建,谢谢大家,谢谢。 其实呢,说到适可而止的事,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 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真的是应该适可而止。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老鼓励孩子,你好好学习啊,将来一定要考上清华呀,考上北大呀。 仿佛你上个清华北大就能逛中药组啦,就功德圆满啦。 也导致了那些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就觉得自己的人生黯淡无光失去了希望。 对不对?在这里我必须得说,这就是我们节目正能量的地方了。 各位,大家请看,这个人就没有考上清华北大。 他只不过考上了一个上海交大而已。 他不是也嘚瑟了一辈子了吗? 当然我们知道建国小的时候呢,是个特别邋遢的孩子。 但是邋遢的孩子呢,也是懂得适可而止的。 王建国有个非常好的办法。 每天晚上到家,或者回到宿舍,脱了鞋,拿下袜子来之后, 把袜子放到鼻子前面,闻一下。 如果他都觉得臭了,就去洗袜子并且洗脚。 这真的是有效的。 因为放在这儿闻就很臭的话,穿在鞋里面别人通常是闻不到的,对不对?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 让王建国失去了这辈子所有的朋友。 好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的几晚八六脱口秀。 今天我们聊的是适可而止。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掌握分寸,把握距离非常重要。 既不能咄咄逼人,也不能冷若冰霜。 那两个人相互依赖,但是又互不打扰才是人和人交往的最高境界。 那这一期,我们的人气嘉宾也产生了他就是我们的新朋友田多多,恭喜。 我说妈妈,你平时跳我挺支持的,但是你想不想跳得跟其他人不一样,引领他们的潮流。 您来点高雅的好不好,来,这是巴赫,这是李斯特。 我妈听着这个音乐,我妈还跟着这个,这个好像听着是不错,一边听着一边跟着踮脚。 我说妈妈没关系,想跳就跳起来,光踮脚有什么意思,跟着节奏律动起来,跳起来。 我妈说,你不懂,我等她开始唱了再跳。